大家好 今天跟各位介绍 瓦斯炉vs冰箱 在风水学里面 我们都说 瓦斯炉跟冰箱不要碰在一起 这样水火对战 很容易会造成人不好 其实他并没有这么大的一个作用 但是还是要分开一点 为什么 其实当瓦斯炉一个妇女在煮菜 不管是谁在煮饭的时候 他是一个很热 很容易我突然忘记拿了一个东西 我就去开冰箱 开冰箱这时候从高温降到低温 人体的反应没有那么快 在这一种情况下 就很容易长期就会导致身体不适 所以其实瓦斯炉跟冰箱 我们一般来说 不要说就在隔壁伸手 这样就直接拿了就进来 因为他会同时会一热一冷这样子 最好能够兼具的两到三步 这样子来说的话 身体会有一个缓冲的一个作用 所以说他并不是说是什么水火对战 而是一个温差的一个问题 所以瓦斯炉对冰箱的这一个情况 不会很大 不会很大 但是最少最少距离了三到四步 这样子在炒饭的时候 突然我忘记什么 要去拿冰箱的时候 你还有一个缓冲的一个时间 不然的话隔壁冰箱一打开 又一个冷气进来 这样子身体会受不了 今天就跟各位分享到这边 大家下一次有缘再见 拜拜